NBA常规赛继续进行,独行侠主场迎战公牛,最终,独行侠115-109拿下公牛,开局拉文就有3分球入网, 洞谢奇也是2分之后进3分,但之后拉文也3分之后再进中投,贾巴里帕克替补上场之后也是连得8分,但第一节公牛28-31落后独行侠,第二节帕克继续生猛的状态,3分球之后再打3分,对面洞谢奇不遑多让,3分球,中投再3分,半场公牛61-59反超了2分, 一边在战之后拉文继续良好状态,3分命中又有投篮,但独行侠始终有比分,杰莫拉文再次突破投篮,但独行侠在最后10秒钟,先有德怀特鲍威尔打3分,又造成进攻犯规,阿里亚最后1.5秒大号3分命中,三节过后独行侠88-84领先4分,第四节克拉贝尔连得7分鲍威尔也进2加1, 独行侠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10分,之后克拉贝尔又进3分球,马修斯,东谢奇也有进球,最后5分钟独行侠109-95领先了14分,最后半分钟公牛一度追到直落后5分, 但关键时刻最后的20秒东西起抢断之后上篮得分,比赛就此次去悬念,全场比赛,拉文砍下34分,开赛三场比赛拉文都得到30加得分,帕克替督砍下20分,波蒂斯12分巴篮板,贾斯汀霍勒迪16分, 新秀温格尔卡特4分巴篮板3助攻,独行侠者编马修斯20分,小乔达18分16,篮板,东谢奇19分6助攻, 克拉贝尔,分尼史密斯科鲍威尔克12分。